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Eric Karl 的 《爸爸我要月亮》這本書 這裡面是在訴說一個小女孩 他跟爸爸說他想要那顆月亮 那爸爸就弄了一隻很長很長的梯子 爬上月亮去幫他把它摘下來 那裡面最近我驚奇的就是這個摺眼 他把這個月亮啊 塞在這裡面 那頓時之間呢 感覺到這個月亮就變得非常的大 就我的感覺是 爸爸可以為了小孩子 任何想要的東西 只要能做得到 他都會盡量去滿足他 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其實主要在敘述說 海馬媽媽把這個月亮放在爸爸身上之後 爸爸就負起了這個養兒育兒的這個職任 當然在海底世界裡面 他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 他在遊歷的過程當中 他有看到一些跟他類似的 也都是爸爸在養育 包含了他把軟含在嘴巴裡面去養育 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照顧小孩子的方式 你有遇到一些各種的危險 其實就跟我們照顧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在照顧的歷程當中 不可能永遠是順遂的 你隨時都有可能會遇到 小孩子有些突發狀況 包含了生病 受傷包含了他心情不好 都是我們要陪著小孩子 一起去面對一起去度過 讓他能順利的成長 用這種透明的差額 可以讓小孩子先看看 看得到這個後面藏了些什麼東西嗎 讓小孩子先發揮一點想像空間 讓他去想像 那你可以給他一個驚喜 裡面藏了什麼東西 嘗試讓他自己去翻眼 也去看看後面會有什麼樣的驚喜 那也是一樣的 在生活當中讓他自己去嘗試 那他可能會遇到好的 也可能會遇到挫折